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十几年前TVB拍的七不禁又女侠剧,有几部成童年神剧,百看不厌,上个世纪末,本世纪出世,香港TVB的鼎盛世纪之一。 其生产了大量经典的电视剧,一直影响着香港和全球华人社区,成为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,有华人的地方,就由香港无线电视的节目,而这些TVB的电视剧,也同样影响了大批那第80后,90后青年,太久远的就不说了。 下面小编简单为大家简单的判定一下,1994年到2001年TVB拍摄的七不禁又武侠剧,它们大部分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神剧。 1.94版社雕英雄传,张志玲的郭靖,朱英的黄荣,可能是史上颜值最高的郭,黄浪。 这版社雕最尊重人助的一个版本,几乎是原剧原爱,演员们的演技都不逊色,许多细节矗立得不错,从表演,造型以及拍摄都力求风格统一。 但是,貌似没有83版社雕传,2.95版神雕侠侣,没有朱玉在前,95版神雕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神雕了,也是我们熟知的童年神志之一。 还有世上最帅的杨博,古千乐的杨博一直是古装美男的典范,3.96版《笑傲江湖》,相比其他金庸武侠剧,诸多影视版《笑傲江湖》,一直没有让金庸树迷蒙满满意。 但是矮子里,面拔高个,96版《笑傲江湖》还是比较受认可的,吕颂寻的令狐冲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令狐冲。 4.97版《天龙》发布,97版《天龙》真的可以说是童年神剧了。 黄日华的乔峰,陈浩明的段宇,白上黄的徐竹,李若同的王雨燕,还有那当期回常的主题曲《南面的经》,回忆马满,5.98版《鹿顶记》, 98版《鹿顶记》,应该是被大部分人认同的一个版本,看过此版本的观众亦不在少数。 陈小春的《微小宝》也是塑造的比较成功的,只是女演员颜值整体上不高。 略受吐槽,六百臂血剑,这百臂血剑是由林家洞,蛇狮曼,江华领衔主演,存在感不强。 其中林家洞的原成志被誉为最好的金蛇狼军,7.01版《逆天屠龙记》,这版《逆天屠龙记》是由吴启华,李兹,蛇狮曼领衔主演,李兹的赵敏,蛇狮曼的周指若都是挺不错的。 这是吴启华的《张无忌》最显老成,这般一天情节丰富,人物最多,主体剧情遵循原著,不像之后苏友鹏般一天屠龙记大幅压缩原著内容。